离婚太冲动 三十天内可撤回 侄子外甥也能成为继承人 高利贷套路贷不用怕 有了孩子夫妻也能再收养 公正遗嘱不再具有最高效力 2021年1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开始施行 它涵盖公民生老病死 婚丧嫁娶 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 民法典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我们将通过鲜活的案例 为您通俗解读新法新规定 法律讲堂系列节目 来了民法典 她婚礼前去女友家迎亲 女友的母亲却又提出一个条件 早已负债累累的她 拒绝了女方家的要求后 竟掉头去找另一个女孩 婚礼现场两个新娘 这场婚礼该如何收场 法律讲堂系列节目 来了民法典 婚礼现场换新娘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 一个女方家里婚前要房 要车要彩礼 接亲时又提要求说 不买家庭影院就不上车 男方气得当场毁婚 转身另娶他人 女方懊悔不已 大闹婚礼现场的案例 结婚离婚乃人生大事 应该在冷静思考后 慎重地做出决定 男方在气头上 当场换新娘的行为 让人唏嘘不已 那么大家知道吗 如果类似的事情 发生在民法典实行之后 婚礼现场换新娘的事情 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民法典中关于离婚冷静期的规定 将对夫妻双方解除婚姻的方式 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通过案件来了解一下 这年六月的一天 南方某城市的一个居民小区里 喜炮齐鸣 迎亲的车队停在了一栋居民楼前 这新郎照进三步两步地跑上了楼 敲响了新娘家的大门 可新娘家那七大姑八大姨家的姐妹们 就是堵着门不让进 让唱歌新郎也唱了 让吟师他也赢了 眼看着这红包都发光了 新郎还没能进门 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后 屋里终于传出了准岳母张凤的声音 你想娶我们家姑娘 就赶紧再去买一套家庭影院回来 新郎赵俊的心里咯噔一下 可赵俊怎么都没有想到 就是因为这一套家庭影院没到位 自己竟然进不了新娘子的家门 你买不买 不买就别进门 买不买 你到底买不买 是这半年来赵俊最常听到的几个 新郎赵俊出生在北方的一个小城镇 家境一般 研究生毕业之后 只身一人在这个省会城市里打工 工作了几年之后 有了个女友周玲玲 周玲玲是本地人 比赵俊小了整整六岁 身材娇好 容貌靓丽 是一家公司的前台 她从小就被父母娇生惯养着 却因为生性活泼 给赵俊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色彩 周玲玲的家人 对赵俊这个外地人 本来那可是瞧不上的 要不是赵俊努力上进 也算是个潜力股 玲玲的母亲张凤 是不会让女儿跟赵俊来往的 赵俊和周玲玲相处一年后 向周玲玲求婚 这本是一件喜事 怎料准岳母张凤 却给了她一个下马威 张凤说了 我把姑娘养那么大 你想把她取走 可没那么容易 有房子有车子 那是必须的 而且呀 你还得给我们家十万元的彩礼 这房子呢 不用太好 至少两室一厅 车子啊 也不用太贵 至少得十万以上 赵俊一听 心里一沉 自己一个外地人 在省会城市买房 哪那么容易呀 而且那小轿车 自己也买不起呀 赵俊觉得 周家人的要求 也不是全无道理 谁不想自己姑娘结婚后 能过得好点呢 再者说了 在这个地儿 药材礼也是一种风俗 无奈之下 赵俊呢 把自己这几年的积蓄 全拿了出来做彩礼 又把周围能借的都借了 好不容易弄到了二十万 凑够了购房首付 又背了几十万的贷款 终于买下了婚房 新房装修的时候 周灵灵一家人 也是指手画脚的 出了不少意见 赵俊虽然背了一身的债 但是啊 他看着自己喜欢的女人 心满意足的样子 也觉得这钱没白花 也算值得 赵俊以为 等这一切都弄好之后 婚事呢 也就顺利地进行了 可他那准岳母可不答应 之前说的 那辆十万元以上的轿车 可还没搞定呢 那天准岳母张凤 参观完新房子 就开始提买车的事了 这赵俊呢 只好说些 自己和周玲玲 还都没有学好驾照 等驾照下来就买之类的话 先搪塞着 就在赵俊愁眉不展的时候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那天 周家人竟然心急火燎地 跟赵俊说 已经请了个高人 定好了结婚的日期 让他赶紧选个 五星级酒店 定酒席 只有几天的准备时间了 这也太急了吧 再说了 赵俊的户口本 还在老家呢 结婚证 那也来不及办呢 可周家人却说 黄道吉日 几年难得一遇 结婚证啊 就婚礼之后再补办吧 赵俊很开心 女方家终于同意 自己娶周玲玲了 那可是大喜事啊 可五星级酒店 这几个字的分量 也不轻啊 再接下来 还有让她更头疼的事呢 周玲玲婚纱要买贵的 说是啊 一辈子就这么一次 多花点 值得 结婚对戒 必须也得是相钻石的 一颗拉的太贵了 将就着买啊 也得五十分以上 要不然带出去 丢你赵俊的面子 还有那婚车 必须得是豪车 女方家的条件 让赵俊苦不堪言 结个婚 简直像弄掉了 自己半条命一样 银行存款所剩无几 信用卡更是被刷爆 强颜欢笑的赵俊 自我安慰地想着 等结完婚 一切都会好的 那么赵俊的婚礼 会如愿以偿地举行吗 可就在婚礼就要举行的前几天 周家又提出了一个条件 说家里得买一套家庭影院 因为玲玲喜欢 就是因为玲玲喜欢 赵母娘不好得罪 赵俊对以往的那些要求 已经是有求必应了 可这次赵俊实在是真的没钱了 再说了 家里不是刚买了一台 新的夜经电视吗 再买呀 太浪费了 赵俊万万没有想到 就是因为这么一套 家庭影院没到位 在接亲这天 周家竟然不让他这位新郎进门 准岳母张凤那句 买不买 买不买 不买 我姑娘就不出门的话 像紧箍咒一样 让她的脑袋生疼 周家人对自己的种种 曾经发生的一幕幕 就像过电影一样 在赵俊的脑海中一一闪现 她突然觉得 自己和周玲玲在一起 是不会快乐 不会幸福的 如果哪天自己 没了赚钱的能力 周玲玲还能跟自己 好好过日子吗 赵俊沉默了 她没应张凤的话 没说买 还是不买 转身 头也不回地走了 赵俊愤怒地离开周玲家后 竟带着婚礼车队来到了一个小区楼下 求婚成功的赵俊 带着女孩走进婚礼现场 赵俊的婚礼能否顺利进行 法律讲堂系列节目 正好跟在赵俊的后面 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大伙一肚子疑问 但看着赵俊阴沉的脸 谁也不敢问 赵俊一声不响地上了车 短暂的沉默过后 赵俊跟司机说 你们跟我去一个地方 咱们去接人 赵俊的话让众人发懵 这婚车除了接新娘子 还能接什么人呢 半小时之后 婚车停在了另一个居民小区的楼下 赵俊暗响了一户人家的门铃 一位穿着素色连衣裙的女人 开了门 她看着赵俊这身新郎光的打扮 是大惑不解 赵俊 你今天不是结婚吗 这个女人看起来 年纪比周玲玲略大 身材微胖 一头短发虽说少了些妩媚 却也显得她清爽俐落 赵俊倒也是直言不讳 我知道我现在过来确实唐吐 玉娟 但我希望今天你能嫁给我 这个叫玉娟的女人 惊讶得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说什么 玉娟 今天你能嫁给我吗 这个叫玉娟的女人 激动地把手捂在了嘴巴上 鼻子一酸 眼泪瞬间滑落了下来 眼前的这一切 对玉娟来说是期待已久的 也是不可思议的 这个叫玉娟的姑娘突然被赵俊求婚 让她有种幸福从天而降的感觉 这个赵俊为什么偏偏来找这个玉娟求婚呢 这个玉娟会答应赵俊的求婚吗 今天的这场婚礼还能办得下去吗 原来赵俊毕业之后就一直与这个玉娟搭档 两个人是同事 玉娟十年三十三岁 比赵俊整整大了三岁 也许是因为虚长几岁的缘故 玉娟对赵俊很是照顾 两人在工作上很合拍 联手拿下了一个又一个项目 平日里也总是一唱一和的 再加上两人都是未婚 同事们免不了开开他们的玩笑 还有人穿着赵俊去追玉娟呢 赵俊平日里称玉娟为玉娟 玉娟对她好 她也很清楚 在周灵灵没出现之前 两个人之间呢 多少也还有那么一丝暧昧 有一次 玉娟在自己过生日的时候 就自嘲道 我呀 今年都三十二了 再没人娶 可就真的成了圣女了 说完呢 意味深长地看了赵俊一眼 赵俊看得懂了玉娟的意思 接着说 来来来 咱们举杯祝福玉娟 早日找到如意郎君 但要是姐到了四十岁 我也还没嫁 我也还没娶 那咱俩呀 就凑合着过吧 众人一片嬉笑过后 马玉娟的心里是甜滋滋的 能有赵俊这么一句话 她也觉得挺满足的了 可是 马玉娟的美梦 很快就被现实给击碎了 不久之后 赵俊就带着周灵灵 跟同事们见了面 还公布说 自己有了女朋友 周灵灵 这丫头 是年轻漂亮又爱说笑 再怎么看 周灵灵的条件 都好过自己不少 马玉娟也只好 把自己的感情藏起来 不再提起 可现在 她怎么都想不到 她日思夜想的赵俊 竟然会手捧鲜花 带着迎亲车队 敲响了自己的家门 还说让自己嫁给她 马玉娟激动地哭了 赵俊呢 也一五一十地 跟马玉娟说了 自己和周灵灵之间的事 赵俊说 你愿意嫁给我这个 背了一身债的穷小子吗 玉娟干脆地回答道 我愿意 今天我就嫁给你 我要用我的一生 给你幸福 就在这一刻 赵俊拉起了 马玉娟的手 这一举动让马玉娟 一直忐忑不安的心 慢慢地安定了下来 但是赵俊临时换新娘这事 可不是闹着玩的 婚礼现场怎么办 亲戚朋友如何解释 更重要的是 周灵灵一家人 会善罢甘休吗 而当赵俊拉着马玉娟的手 出现在车队证人眼前的时候 大火也很震惊 婚庆公司的人 也算是见多识广 私底下却也在议论 这么一番折腾下来 原定婚礼举行的时间 是老早就过了 宾客们等得也很是着急 赵俊这边拉着马玉娟 往酒店赶 婚庆公司那边也赶紧帮着 又弄来了一套婚纱 婚车到达酒店的时候 酒店看到这种状况 那也是措手不及呀 司仪和酒店的服务员 赶紧换了婚庆板上的名字 就这样 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 新娘从周灵令 换成了马玉娟 看着马玉娟 穿着临时拿来 不是很合神的婚纱 画着稍显简单的妆容 从红毯的那一头 走向自己的时候 赵俊的心里还真觉得 挺对不住人家马玉娟的 他在亲友面前 郑重地发誓说 这辈子只对一个人好 那个人就是马玉娟 这边赵俊和马玉娟的婚礼 是热热闹闹的开始了 那边的周灵令 可在家里坐不住了 那赵俊自打和自己认识之后 对自己一直是言听计从 那是要什么给什么呀 这会儿啊 肯定是去买家庭影院去了 周灵令一家人也觉得 那赵俊也是要面子的人 婚礼当天跟他要一套家庭影院 为了顾全大局 那赵俊肯定是会答应呀 可这会儿怎么就没有了呢 婚礼现场 周灵令的亲戚朋友 也都如约而至 可再一看 新郎还是那个新郎 可新娘却不是周灵令了 大伙心中是一百个纳闷 有人赶紧给周家打了个电话 周家人是怎么都没想到 赵俊竟然将周灵令给撂在了家里 这会儿已经另娶他人 周灵令是气急败坏地给赵俊打了电话 这赵俊一看 是周灵令打来的 索性关了机 周灵令得知赵俊患了新娘后 急忙赶到婚礼现场 不愿善罢甘休的周灵令 向赵俊索要青春损失费 赵俊只好一纸诉状告上法院 对于类似的婚姻纠纷案件 民法典又是怎么规定的呢 婚礼现场换新娘正在播出 刚刚还稳若泰山 坐等赵俊买了家庭影院 来迎娶自己的新娘周灵令 他哪里会料到 事情会出现这样的 惊天逆转 他穿着婚纱 赶紧来到了婚礼的现场 哭得那是梨花带雨 大嚷着 不要那套家庭影院了 自己才是赵俊的正牌新娘 这个场景若是出现在 几个小时之前 赵俊也许会被周灵令所打动 可现在 他郑重地告诉周灵令说 对不起 我的新娘只有一个 那就是对我无所求 一切都为我好的 马玉娟 周灵令在婚礼现场 大吼大闹了起来 他穿着婚纱 站在赵俊和 马玉娟的婚礼现场 是那么的不协调 本来精致的妆容 也早就枯花了 高高盘起的头发 也凌乱地垂了下来 可是大局已定 新郎都发话了 说新娘不是她 有些人就劝周灵令 让她呀别再闹了 赶紧走 周灵令却越闹越凶 大骂赵俊忘恩负义 脚踩两只船 我这一年多的时间 都在你身上了 到头来竟然落得 个这样的下场 你要付我 五万元的精臣损失费 否则这事啊 你甭想就这么太平结束 赵俊的心 被周灵令这一番话 刺得是生疼 亏得她能要得出口啊 这一年多来 自己为她付出的 还不够多吗 周灵令 你想让我付你 精臣损失费也行 你先把我送你的 那十万元彩礼 和钻戒还给我 周灵令觉得 彩礼呢 那是民间习俗 已经给了周家不说 而且现在 是你赵俊毁婚 不肯归还 那些钻戒之类的礼物呢 纯属于赵俊自愿赠予的 这送出去的礼物 哪里有要回来的道理 反倒是自己 这么年轻漂亮的姑娘 白白搭了一年多的时间 在赵俊身上 要五万块的青春损失费 不算多吧 被周灵令这么一折腾 婚礼就这样草草地结束了 但周灵令 哪里肯就这么善罢甘休呀 三天一大闹 两天一小吵地 找赵俊的麻烦 无奈之下 赵俊只好一纸诉状 告到了法院 要求法院判令 周灵令返还彩礼和钻戒 赵俊能把这些财物要回来吗 周灵令那所谓的 青春损失费要给吗 当事人请求返还 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 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的 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二 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但却未共同生活的 三 婚前给付 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适用钱款第二三项的规定 应当与双方离婚为条件 在今天的案件中 赵俊与周灵令的财务纠纷 属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形 如果赵俊请求返还财礼 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赵俊给周家十万元财礼款也好 购买昂贵的结婚戒指也好 那都是按照当地的封锁习惯做的 是为了达到与周灵令结婚的目的 现在双方已经终止了恋爱关系 这钱和戒指都该还给赵俊 周灵令知道了法律上的规定之后 和母亲张凤默默地走出了法院 此时也已经离近中秋 天气越来越冷了 大街上 梧桐落叶被狂风卷着 一片片地打在周灵令的身上 她的心也跟着入秋的天气一样 凉凉的 她漫无目的地走着 脑海里不断地回想着 宣判是法官说的那句话 婚姻是以感情为基础的 要两个人相互服食 共同进退 而不应该借着婚姻索要财物 而且你说的那所谓的清晨损失费 也是语法无据 要不出的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周灵令都没有去上班 她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不说话也不搭理人 日渐销售 周灵令不知道的是 她的母亲张凤 后来找过赵俊 她是一改往日的嚣张 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跟你道个歉 在你和灵令的婚事上 我的做法确实过分了 灵令是深爱你的 她敢跟你做的背后 是觉得你会包容她 不离开她 可这次 她和我都做过了头 灵令跟你要什么青春损失费 无非是想跟你再有些纠缠 希望还能跟你有点瓜葛 你在婚礼现场 换新娘这件事 对她的打击是巨大的 足以打垮她 我真不知道 她需要多久 才能恢复以往的精气神 我也不知道 她还能否重新振作 周灵令的母亲离开后 赵俊也陷入了沉思 自己和周灵令毕竟相爱一场 但是彩礼问题 让这段感情经历了一场 又一场的风雨 自己当天换新娘的决定 也着实伤人不前 无论是结婚还是分手 双方都应该有慎重的思考时间 那么民法典 对此有什么规定呢 赵俊和周灵令的分手 虽然是在领结婚证之前 但这场闪电般的分手 已经给各自的人生 都留下了一段灰色的经历 但如果赵俊和周灵令的分手 是发生在双方领结婚证之后 在双方结婚后要办理离婚手续的情况下 关于离婚重续中的实践周期 有什么特殊的法律规定吗 在即将要施行的民法典上 有体现吗 这里就要讲到今天的关键词 离婚冷静期 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里 并没有离婚冷静期的说法 但是根据民法典 第1077条的规定 自婚姻登记机关 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 30日内 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 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 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 30日内 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 申请发给离婚证 未申请的 是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前面所说的这30日 就是我们所说的离婚冷静期 30日 在我们的人生中 也许并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但是在离婚 这种如此重大的人生决定上 30日的冷静期的设置 给了男女双方一个 好好冷静 慎重思考的时间 本案中的周玲玲 在判决书升降之后 返还了彩礼和钻戒 赵俊与周玲玲的事 解决了之后 也开始了和马玉娟的婚姻生活 按理讲到这里 就接近尾声了 婚姻是人生大事 需要认真冷静地处理 周玲玲和她的家人 怎么都没有想到 他们在金钱上的一些 不妥当的做法 会导致赵俊 婚礼当天 与周玲玲分手 当周玲玲把钻戒 从自己手上摘下的那一刻 她的心在滴血 她非常后悔 因为自己不成熟 不理智 失去了赵俊 偶尔赵俊也会想起周玲玲 自己临场换新娘的做法 实在是太冲动 太鲁莽 也希望周玲玲 能早日放下 曾经发生的这一切 开始新的生活 经常听到有人说 法律是无情的 但是民法典中 离婚冷静期的设置 却让我们感受到了 法律背后凸显的 对婚姻存续与否的 慎重考量 通过在离婚手续中 规定一定的冷静期 给想离婚的夫妻 以一定的时间慎重考虑 冷静思考 避免冲动离婚 又给予更多的时间 让双方做好心理准备 减少因离婚 给双方造成的心理创伤 婚姻生活 难免会有摩擦 要多冷静思考 给彼此一点时间 去挽救那些 不应解体的婚姻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法律讲堂 若您想了解 更多的法律资讯 请关注栏目服务号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